耶利米书第十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当听这约的话 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 必受咒诅 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 脱离铁卢的那日 所吩咐他们的 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我也做你们的神 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 正如今日一样 我就回答说 耶和华 阿们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成义中和耶路撒冷揭示上 宣告这一切话说 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直到今日 都是从早起来 窃窃告诫他们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 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耶和华对我说 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 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 不肯听我的话 犯罪作孽 又随从别审 侍奉他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他们必向我哀求 我却不听 那时 犹大成义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 只是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 犹大 你神的树木 与你成的树木相等 你为那可耻的巴黎所住烧香的坛 也与耶路撒冷接到的树木相等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 我必不应允 我所亲爱的 既行许多淫乱 剩肉也离了你 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 你作恶就喜乐 从前 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 又华美 又结好果子 如今 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 侄子也被折断 原来栽培你的 万君之耶和华 已经说 要降货攻击你 是因以色列家和尤大家行恶 向巴黎烧香 惹我发怒 是自作自受 耶和华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 他如此说 看呐 我必刑罚他们 他们的少年人 必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 必因饥荒灭亡 并且没有余生的人 留给他们 因为在追讨之年 我必使灾祸 临到亚拿突人 我必须想要求你 跟他人家伤心 都需要你 我必须想要求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